泡水管揪出海沙屋 金华城镇对面重建 身价18亿 燦坤 他来 透过保险公司来给我们代位求偿 要赔偿100多万 他的电器设备在地下室 被水淹到的 我去查以后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这个是高绿离子建筑 房客水管暴力纠纷 意外让房东身价翻10倍 位于台北市巴德路四段 金华城镇对面 5033年7楼高的旧大楼金泰预保 户数有26户 近10年来状况不断 上次地震就那个 天花板就掉下来 一大块石块 台风天的时候就一定会漏水 很担心这种我们生命财产安全 我那 我那一户 就是有时候会听到那个 天花板叮叮咚咚 就等于有那个 石块一样的掉下来 其他住户就比较危险一点 就比较有大块的面积的掉落了 除了天花板水泥快掉落 近三年来外墙瓷砖剥落事件频传 其中有次瓷砖剥落防护网 谈下后谈到停等红灯的女骑士 还闹上社会新闻 最近这一次正好有一个老太太 带一个小生女 刚走过去 那外墙就崩落下来 那真的是触目惊心了 然而天花石块崩落 部分租家归咎顶楼 违建重量过重所致 虽然耐震检测 曾测出绿离子超标 但有住户担心社区被鉴定是海沙屋后 遭列管有拆除风险 只在外墙加装防护网 屋内做结构补强 大多消极面对 直到两年前一楼地面灿昆 发生地下室水管爆裂 有都跟背景的房东 身兼管委会主委的吴承睿 深入追查 才知原来社区是海沙屋 因混泥土包覆性不足 导致公共水管爆裂 他协调管委会保险公司 与个人各皮厂三分之一后 决心证实社区海沙屋问题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两户 有意见或三户 我们达到百分之八值 我们就先可以开跑 我们就开始仇舍 自主跟先贿 不要合建 我们就自建 吴承睿决心自办海沙都根 找建筑师规划 营造厂新建 银行农资等 去年八月成立自主更新会后 九月完成海沙屋鉴定 今年一月四月 全边计划合并送建 预计最快下月 全案核准通过 年底前拆除建物 明年农历年后动工 预计2023年完工 现在新的建案 要比旧的建案多一些些 这二十六户本来要配还给他们 那多出来的一些农机 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建品 然后把你这个五亿九千万或六亿的营造成本 通通还清 该案位于巴德路四段与吉祥路 所为揭阔 基地面积约224坪 更新为巴德彩翼 地上15层 地下4层SRC大楼 共计56户住家 总销达18亿 每一瓶土地可配回8瓶全壮瓶 古籍市内瓶可一瓶换一瓶 还可外加车位 目前单瓶行情约60万 更新后可达到近百万水准 读更程序从去年8月启动 到现在一年要三个月 会如此顺利就是因为住户目标一致 才能创造大家共赢的局面